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 今天我们依然要进行我们的客户访问 那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Web Street Game的Head of BD 的Herry同学 我们欢迎Herry,也请Herry来给我们打个招呼 也介绍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进入到Blochain行业 以及为什么会来过Web Street Game这个项目呢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 就是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可以叫我Herry 然后我现在主要在Web Street Game负责2B相关的事情 然后尤其是Web Street Game自己的network 也叫Web Street Game Blockchain 然后呢,最早进入行业是因为 我很早的时候用家里的电脑去挖过比特币 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基本上非常早期 但是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 然后到了学生时代的后期吧 然后通过媒体了解到现在的这个以太坊和比特币的发展非常好 然后17年的时候就自己主动的去了解这个行业 或者说参与到这个Web3的建设之中吧 然后再到各个生态上的这个开发以及研究工作 然后再到和现在的小伙伴一起去构建Web Street Game这个项目 然后这个是之前的一个背景情况嘛 然后至于为什么去做Web Street Game也非常简单 因为在当时的时间背景之下 正好是以太坊 Depend Summer的这个发生的一个阶段 那么包括像后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尼尔索拉那这些项目 那个时候的高性能供链还没有完全的兴起 处在一个中间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当时的时候就是 AMT它也是一个处在一个带爆发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去玩链本身和这个游戏结合的这个方向 或者说在那个阶段是一个趋势吧 或者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一个事情 但是市场当时的问题就是说 最重要的这个协议层级 包括旧生日平台不是非常的完善 或者说比较匮乏 那么也就导致说自这个2021年的左右的那个时间段 其实就是说第三轮这个游戏和 球网链结合的这个周期里面 我们发现就是很少有一些项目 在做这个方向的这个事情 所以说我们研究了之前的这个历史 以及相似周期的这些产品和项目 然后带着满腔的这个热血和激情 就来做WC Games 所以说WC Games也是在那个时间并下诞生的项目 对 谢谢Henry 就可以听得出来就是你参与区块链行业的时间 真的是很长了 从挖矿那个时代开始 然后一直看到这个行业 各种各种非常新鲜的事物诞生 然后一直跟随着这个行业的变迁 其实从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你是真的看到了这个行业的 以及这个行业的痛点 然后以及这个行业的一些市场的一些需求 所以开始创立了WC Games 那我们其实都知道WC Games 它是一个用于所有区块链游戏的一个集成的平台 对吧 那它可以帮助所有的项目 从Web 2转型到Web 3 那怎么 那我们说这个平台 它具体的一些作用和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通俗的来讲 或者说就简单来叙述一下它的原理 就是说 因为从这个基础设施和协议层级来讲 就是Web 3 Games 它是有四个部分组成的 一个部分是Poto 一个部分是Protocol 还有另外两部分 一个Studio和一个Chain 那Poto部分呢 是简单相当于 打开了一个身份中心这样的一个作用 就是说让传统Web 2的这个用户 或者说项目 它可以跟Web 3的身份 进行一个链接 或者说绑定 来达到一个 就是说跨平台用户验证的一个作用 因为这样的话 你Web 2的项目 想转型到Web 3的产品 它首先要考虑 就是说用户身份 从哪去进行一个认证和一个授权 那么通过Web 3 Games的这个Poto 然后就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 或者说这个身份 即服务这个概念 在Poto上体现得非常好 也就导致就是说 有很多的合作的这个项目 也在基于这套方案来做身份的这个解决 对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Protocol Protocol呢 简单来讲 它就相当于就是链下和链上和链下世界的一个网关 在链上呢 它提供一个索引的一个服务 也就是可以帮助这个项目去做一个数据的一个查询 和一个数据检测的一个能力 在链下呢 它相当于去提供给项目一些写入链上能力的一个机构支持 那这些东西 我们都是通过这个API来达到一个产品形式的一个体现 也就是API的Server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不管你这个项目方想去做一个单链的一个产品 还是一个多链的产品 那都可以通过这个VSGAME的这个Protocol 来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基础支持 然后来降低你这个研发业务之中的一个成本 因为你作为一个项目 然后在不同的链上去做这个产品 它对于自身的这个数据支持成本非常高 所以也导致就是说 需要有那么一个技术设施 而这个VSGAME的这个Protocol 它就承担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重要角色 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 然后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Studio吧 Studio呢 本身其实更偏向于这个项目的这个应用之间的一个沟通的一个作用 因为web2游戏想转型到web3这个方向去做的话 其实很多人是没有这个渠道 没有这个信息 或者说没有一些这个方案的这个情况 所以就是 Studio本身也会跟很多的这个传统游戏的工作室和工作厂商联合去开发下一代的这个web3游戏 然后为他们去提供游戏的一些设计方案的一个支持啊 包括一些渠道啊还有信息的一些支持 对 然后最后我就简单来讲一下web3游戏 因为web3游戏这个这条链呢 来讲它也是就是基于substrate这个技术框架开发的一个面向AMT啊 面向这个gaming啊面向这个metaverse的这一个模块化的一个网络解决方案 那么简单来讲就是web3游戏 这个web3游戏的三部分分别由这个web3游戏 Monti VM layer就是一个智能合约多执行环境 这个多执行环境就是代表着就是说不管你是学stated的开发 还是说你去学像solana尼尔街的中国写过什么合约的 还是你去写目前比较新的这个木合约在这个新链上开发的 那你都可以来这个执行层上进行开发进行拓展 那你这样的一个项目通过一个集成化的一个环境去开发一个单链产品 未来也可以去选择拓展到多链的一个产品进行一个支持 然后第二点呢这个Farmwork就是它提供了一个叫做 middleware的一个pallet layer就是中间层中间间层模块 那这个部分呢主要就是为智能合约提供一个拓展的能力 因为传统智能合约它对区块链底层的访问是非常弱的 或者说基本没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说我们自己在这个链开发的时候 就是开发了一些中间的一些模块 帮助智能合约可以拓展 比如说它可以访问这个链底层的一些重要的功能 比如说获取一些区块的详细信息啊 这在智能合约里就可以做到 包括去跟链自带的一些基础的业务逻辑进行一个交互 那么这个在我们看来 它是一个对于智能合约开发者的一个进阶功能 或者说是一个更强大的一个部分组成吧 那这样的话它对项目来讲 可以开发一些复杂的应用产品 那么也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这个基础环境的一个支持 那么可以去做很多的科组合和互操作的一个产品的开发 那么这样的概率也是非常的高 因为它在正常的智能合约环境下 很难去做到一个这样的事情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说这个Farmwork 它提供了一个data availability layer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层次 因为我们叫它叫数据可用性和数据可用性桥 这么样的一个方案 因为任何一个区块链发展 它早期来讲可能它的存储啊 执行它都非常便宜 但是到了中后期 它都会面临一个传统意义上这个状态爆炸 或者说一个数据存储的一个费用的一个抉择问题 那么我们Y3Game这个Channel 它通过这个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可以提高网络安全性的同时 并且降低更多的这个网络使用的费用 那么这样的话 它可以导致说不限于这个产品 在这个链上相关的一些数据存储 或指令执行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程 或者说降低他们这个成本的这个构成 具体的可能说技术方面的这个解决 就是通过一些零知识证明啊 或者一些就是目前行业 就是在以太坊库库方面 用的比较多的一些技术 来做到的这个方案的解决 对 谢谢还有人在介绍 我能够听得出来 其实是不只是从传统的Web 2的游戏 到Web 3的游戏的一个集成 这也从一个变成了一个GameFi这样子的一个集成 而且这个在这个平台当中呢 还有很多的各种各样可用的工具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一个Web 2世界 然后和Web 3世界的一个联通 然后而且帮助大家在Web 3进行更好的一个发展 那其实跟SIP Core 我们之间的合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想问从这个用户的体验的角度 从这个用使用团队的角度 想问问Henry 你们最初为什么会选择使用SIP Core 使用SIP Core 你们会索引哪些方面的数据 以及你们体验是怎么样的呢 对于使用SIP Core 最早接触到SIP Core 就是因为SIP Core 因为也是最早也是 可以说最先在这个Pogodor 或者是SIP Core上构建的 这个随移网络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因为我们最早用SIP Core 主要是用来索引One2GameChamp 本身的一些数据 因为也是最早去支持的这个技术嘛 所以说做了一个早期的 Wise2GameChamp的一个浏览器的原型 然后从开发之中呢 然后就会发现有一些体验 还是蛮不错的 比如说通过SIP Core 可以降低这个工程人员的 这个学习成本 并且去提高这个单位时间内 这个业务效率的 那么一个开发的一个提升 那么降低成本呢 主要就是体现在这个SIP Core 对这个底层技术的这个 复杂度的这个支持和包装 它都非常的完善 这样开发人员就不需要 去重复的去写这个借口逻辑 然后为自己的产品服务 那么这就是对于开发者 或者对于Wise2Game来讲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体验 对 谢谢二人 确实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或者说到了这个事情的核心 就是我们就是觉得 专业的事情就要给专业的人来做 其实我们就是想做好数据这一块 然后来服务开发团队 让大家都能够专注于自己的 前端的这个逻辑的开发 来为更多的开发者 节省他们在后端上面 这个要耗费的时间 那因为数据 所以确实是在blockchain行业来说 确实是不太方便 或者是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也很开心 我们能够支持到Wise3Game 对 那谢谢Henry今天来参加 我们的customer interview 很高兴今天能够访谈到你 我们的以上的就是 我们今天所有访谈的内容了 再次感谢Henry 好的谢谢 谢谢这个四七小姐 然后也感谢观看视频的各位吧 好 谢谢大家